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播林佳化 欢迎锁定我们的联播频道 关心12月30号 星期六的中台湾的大小事 先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 交通建设的好消息 彰化县东侧区域因为缺乏快速路绑 因此县府团队也积极的 来推动辟建八卦山西侧新公路系统建设计划 也就是所谓的东张道路 而目前分成了北段中段跟南远段 分成了三段区域推行 北段在9月份就完成了评估规划 而中段则是在去年就已经完工通车 南远段的部分 最近交通部长跟县长魏明谷 实地的会看之后 也核定新辟工程 期盼为中部地区建起便捷的交通路往 在彰化县的东侧地区 缺乏快速路往 也为了串联高铁彰化站 以及国道3号南远交流道 积极推动东张道路 目前分为北段中段以及南远段 进行三区域推行 北段于9月完成评估规划 中段则在去年已完成通车 而南远段也在近日 由交通部长请指导彰化县 与县长魏明谷会看后 核定新辟工程 三重三横三桥三铁 这些交通建设都是逐步的 有计划的在推动 那就以我们这一个东张公路来说 那中段快完工了 已经完工了 那南远段也已经核定了 那我想等到明年环平通过了以后 提报建设计划 我们交通部一定全力来支持 东张快速道路 南远段至田中的高铁站 延伸至二水张南大桥 未来也会争取通往云林的林内高速公路 对于往后张南民众 要到南部来游玩是便捷许多 就连南部民众到云林斗六 以及南投游弯时 也都不必再受塞车之苦快速到达 从田中的高铁站往南延伸到二水 经过林内的交流道来衔接 那这个路段对我们田中高铁 将来可以吸引到云林的朵六市 以及南投县阿珠山 那将来我们要把田中的高铁站 打造为我们田中的交通大镇 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可以提供 南投观光大县进出南投县观光 那也可以让云林县的东边的乡镇 也都能够通过田中的高铁站来搭乘 而道路总长约28公里 三位通车的路段 其中北段预计107年初 完成平环作业后通车 也就是林厕交流道往南至高铁 彰化田中站尺路段 而南延段也会尽快进行规划 期盼能早日完工通车 为中部地区建立起更便捷的交通路网 借林轩彰化线材本报道 感谢观看